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开心今天能够 跟大家一起在神的殿中敬拜祂 然后在敬拜开始之前 我想要邀请大家 如果你的身体许可的话 就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 我们在今天敬拜开始之前 邀请大家 就我们先闭上我们眼睛 然后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来等候神来到我们的当中 如果我们有其他顾虑的事情 如果我们心有旁骛的话 我们就求神来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敬拜里面 享受单单与祂同在 让我们的眼光 就直定睛在祂的身上 祝我们等候祢 祝我们感谢祢 祝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今天 能够一起聚集在祢的殿中 来敬拜祢 我愿祢的圣灵 现在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愿祢 我们愿祢 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愿在敬拜里面 更多的触摸到祢 祢 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就是单单的等候祢的来到 祢 在全地上 耶稣 耶稣 唯有祢自我能力 是我心的师父 耶稣 耶稣 祢 向护一切最荣美的命 高居在全地上 耶稣 唯有祢自我能力 是我心的师父 耶稣 耶稣 超乎万民之上的生命 耶稣 你的名 耶稣 你的名带来一致能力 耶稣 耶稣 超乎万民之上的生命 耶稣 你的名带来一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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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宣告耶稣 耶稣 超乎一切最荣誉的命 耶稣 你的名带来一致能力 耶稣 你的名带来一致能力 耶稣 我宣告你名带来一致能力 我宣告逆兵 黑暗近空 不能再捆傲我 天宿 相互一切最荣誉的你 高居在全地上 天宿 唯有你私自我能力 是我心的石头 耶稣 所以我们要高居 我要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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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朝呼应 我要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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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朝呼一切 我要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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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朝呼 最后一次我要高居 我要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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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居在全地上 耶稿 耶稿 要高居 要高居 你明大有能力 主我们知道我们宣告 你的明 任何的黑暗势力 再也不能捆帮我们 纵然我们的世代 有许多的攻击 仇敌围绕 让我们知道 主 祢在我们当中 祢即为我们得胜 主我们真的让我们全心全人 交在祢面前 求祢与我们同行 真的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世代 为祢发光 主求你让基督族 真的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 成为这个世代中的祝福 成为这个世代中光明的使者 主我们真的将自己交在祢的手里 求祢帮助我们 真的定义跟随祢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今天我选择跟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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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愿你荣耀充满着祢 接近我做圣洁的祢 接近我做圣洁的祢 面对困难也不起你 因生死是你 受惧也是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祢 今天我选择跟随祢 只愿你荣耀充满着祢 你心大事不可责度 每个梦想淡淡只为你 如果这首歌 愿意成为你的祷告 也会邀请大家 在我们等下敬拜的过程中 用这首歌来向神祷告 主给我一个梦 主给我一个梦 年轻的灵魂 或者只为你 每个梦想 只是为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祢 今天我选择跟随祢 接近我做圣洁的祢 我选择跟随祢 在我们等待会 你只能支援 祢 向神祢 其中间 皆 debe 主要的祢 我选择跟随祢 那天 还是大的祢 不可测度 每个梦想 单单只为你 主给我一个梦 主给我一个梦 祷告的神明 如心相知己 呼求耶和华 呼求耶和华 你的宙也不停息 主给我一个梦 我们签问我们的祷告 主给我一个梦 使得将全真 高居主的名 如万喜鬼伴 会转向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接近我做圣洁的情侣 变对困难 也不期待 因上次是你 收取也是你 今天我选择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只愿荣耀充满着你 一心大事 一心大事 无可测度 每个梦想 单单只为你 感谢主将这样的喜乐盼望 放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她 主给我一个梦 主给我一个梦 请问你 请问你声音 如大学澎湃 高居与双手 充满在这里 传给我一个梦 主给我一个梦 年轻的灵魂 活着只为你 那个梦想 只是为你 所以我们选择跟随你 今天我选择跟随你 接近我做圣洁的情侣 面对困难 也不期待 你上次是你 手去也是你 今天 今天 我选择跟随你 只愿你 荣耀充满着你 一心大事 无可测度 每个梦想 单单只为你 主给我一个梦 主给我一个梦 糟糕的声音 入行相知己 苦求也和欢 地宙也不停息 主给我一个梦 主给我一个梦 只珍珍珍珍 高居出地名 万熙归白 会转向你 我们让这首歌 从门最深的无穷 今天 我选择跟随你 接近我做圣洁的情侣 面对困难 也不期待 你上次是你 手去也是你 今天 我选择跟随你 只愿你荣耀充满着你 你心大事 你心大事 不可测度 每个梦想 单单只为你 你心大事 不可测度 每个梦想 每个梦想 单单只为你 今天 我选择跟随你 是的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选择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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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愿你 荣耀充满着你 你心大事 你心大事 不可测度 每个梦想 单单只为你 哈 哈 我信不住赞美 哈 哈 我领不住沉险 你 一首随有哭泣 早晨 必已欢呼 主的恩典 是一生持久 哈 我信不住赞美 哈 哈 我领不住沉险 你一首随有哭泣 早晨必已欢呼 你主的恩典 你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持久 主 主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的恩典成我们 时时的供应 你的帮助 主我们知道 这世界上所有患难 让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主我们只愿紧紧的跟随你 主我们知道 你随时在我们的身边 圣灵求你来 圣灵啊 圣灵啊 给我的爱求 圣灵 你坚强 你坚强 我的心 使我走在 属生之一 你一致 我第一灵 是我生命 在此生里 我幸福就在你 我领不住乘邪 一首随又哭泣 早晨比欢呼 主的恩典 是一生之久 我幸福就在你 我领不住乘邪 一首随又哭泣 早晨比欢呼 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圣灵求你来 圣灵啊 求你来 我认若 你明白 我无言 你叹息 请自为我的爱求 你叹息 你叹息 我的心 是我走在 树生之一 你一致 你一致 我的心 是我生命 在此生里 我心不住赞命 我领不住乘邪 一首随又哭泣 一首随又哭泣 早晨比欢呼 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 是一生之久 我心不住 我心不住赞命 我领不住乘邪 一首随又哭泣 早晨比欢呼 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我心不住赞命 我领不住乘邪 一首随又哭泣 早晨比欢呼 欢呼 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你 谢谢你在敬拜里面 让我们与你有很好的关系 很好的交通 祝我们将今天 我们所有的聚会内容都 掀在主你的手中 也求你保守 等一下金金牧师所传讲的讯息 让他所传讲的讯息 真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 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祝我们抢一切 共情交在你的手中 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新香的祭 来到你面前 讨你的喜悦 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大家请坐 今天交给司会 接下来是信仰告白 各位兄姐请起立 让我们一起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 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上帝 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 祂是历史与世界的主 施行审判和拯救 祂的儿子从圣灵投胎 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 成为我们的弟兄 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 借着祂的受苦定十字架势 复活 彰显了上帝的人与公义 使我们与上帝复合 祂的灵就是圣灵 住在我们中间 是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 直到主再来 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行事的 记载祂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 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 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 认同所有的住民 通过爱与受苦 而成为盼望的记号 我们信 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 罪得赦免 以浅诚仁爱与现身的生活 归荣耀于上帝 我们信 上帝是给人有尊严 才能以及乡土 使人有份于祂的创造 负责任与祂一起管理世界 因此人有社会 政治及经济的制度 也有文艺 科学 且专求真神的心 但是人有罪 勿用这些恩赐 破坏人 万物与上帝的关系 所以人当 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祂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 受加质的人得自由平等 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 使世界成为祂的国度 那我们欢迎他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我们后面是不是有一位 新来的朋友 可不可以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 那位姐妹 如果可以的话请您站起来 我们欢迎他一下好不好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们 楼上有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 但坐在您左右的兄姐问安一下 那祝福他今天一天都有满满的平安与喜乐 那接下来是消息报告 第一个是 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 那请大家一起关心神学的教育 周报里面有台神的院训 那请参阅一下 那并带导奉献来支持我们培育的传道人 那第二个是小会的公告 那我们很感谢神 那亲人的长职选举已经顺利完成了 那当选的长老职事的话 大家可以过目一下 那请神赐下充足的能力 跟赐下神的同在 帮助长职 在神的旨意中 求他们有适当的职务 一起同心来服事 来建造教会 那这个请大家过目 我们看一下第四点 第三点是新任长职的就职典礼 那时间是在11月17号礼拜天的第二堂 礼拜结束后 地点是在三楼的礼拜堂 那请大家出席 那我们就职典礼也会做一些合照 那11月17号是长职会 那时间是在下午的1点30分 地点在六楼的6F03 那请牧师还有新旧的长职 一起出席 那第四点是圣诞晚会 我们晚会的主题是回家 圣诞晚会的消息有在第六页 那回去可以看一下 也有我们周霸里面也有夹 有圣诞节的邀请卡 那如果有不够的地方 可以请再跟办公室说去 那第五点是泰哲的祷告会 那我们就会从11月13号开始 那每周三的上午10点在11点 地点是在约翰馆的祷告室 那欢迎兄姐前来静默祷告 那其他消息 请参阅周报 接下来是守望祷告 如果身体不舒服 或是年纪较大的长辈可以坐着 那请各位兄姐起立 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阿爸 谢谢你再一次 让我们能在你的圣殿里 同心祷告 来领受你的恩典 愿你的话 你的灵 相互做工在我们当中 也在我们里面 求你清除我们内心的过犯 更新我们 使我们里头 有重新正直的灵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胸了 让我们的行为 与所蒙的恩相称 也恳求你 让我们有爱心 去爱那些不被疼爱的 有怜悯的心 去安慰那些伤心痛苦的 有盼望的力量 去忍受那些不能忍受的 有坚定的信心 去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 而有刚强的力量 去改变那些能改变的 亲爱的天父阿爸 不管我们的处境 有多么黑暗 我们都相信 你是唯一的盼望 因为您是我们生命中 永不熄灭的光 亲爱的天父阿爸 不管我们的生命 有多少的乌云 我们都相信 你会带领我们 度过风雨 因为你的同在 必定带来 出人意外的平安 亲爱的天父阿爸 最近中国 华北地区的蛮害 十分严重 甚至已经波及邻国 影响大家的健康 求你让中国政府 证实这样的问题 并求你赤下智慧与决心 给他们来改善 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亲爱的天父阿爸 台湾的食品安全 问题层出不穷 求您让政府 能想出长期解决的办法 也求您赤下敬畏神的心 让伤人们 不要再贪图钱财 而危害他人 现在天父阿爸 感谢您让我们教会 能顺利产生 信任的长导和知识 求您赤下能力 给每位长子和同工 和他们同在 愿您的旨意 能够同心的服侍 来荣耀您的圣民 亲爱的天父阿爸 我们也要为今天 儿主的师生祷告 求您看守他们 前往罗东教会的 参观与出游 保守他们 都有好的收获与学习 并且出入一切平安 亲爱的天父阿爸 也请你看顾我们 在南港科学园区的 服务应施工 帮助我们能找到 合适的小组 聚会的地点 也能有智慧和创意的方式 来介绍福音 让许多人 能可目你的福音 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亲爱的天父阿爸 求您保守我们 能够有稳定的个人 祷告读经 灵修的生活 家庭中也能定期 举行家庭礼拜 使我们能够 与您以及家人 有更亲密的关系 并带领我们 在家人的互动中 更明白您的爱 亲爱的天父阿爸 我们教会有许多兄姐 因着身体上的病痛 而无法前来礼拜 但是 天父阿爸 你是行医治的神 我们相信您的大能双手 会来触摸需要医治的兄姐 试下智慧与能力 给治疗他们的医生 也试下平安与力量 给陪伴他们的家人 亲爱的天父阿爸 求您今天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的心 能向您敞开 求您透过金金牧师 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增长我们属灵的智慧与悟性 让我们的生命能有改变 再次经历你丰盛的慈爱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的生命 Amen 请坐下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如果是第一次来参加 教会的新朋友 或是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兄姐 可以不用参与这次的奉献 是奉献的意义的心 是奉献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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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推荐 各位兄姐请起立 那我们用新圣事第382首 来回应我们的奉献 我爱既温天后祢 庸祖龙谈祢 庸祖龙谈祢 庸祢 各位兄姐请坐 今天我们要领受的经文是在 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 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一节 还有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 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一节 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人在那里观看 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一节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使好些人做门徒 就回路斯德以戈涅安提拉去 愿主是福听他话语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真欢喜来到你的面前 愿在你的里面有不住的喜乐 有永远的福乐 并且有满满的信心和恩典 因为主你说你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 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主所以我们在开始一个新的礼拜的时候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敬拜你 等候你 领受神你从上头来所赐福给我们的一切 因为你真知道在新的一个礼拜 我们所会遇见的各样的情况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 鼓励和帮助 愿你的圣灵这时候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单单的注目在你的身上 听见你从上头来对我们的信息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看不到我前面的荧幕 好 麻烦一下 OK 好 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纪念主日 其实党老教会的总会 在每一个月都有订定不同的纪念主日 奉献主日 是要帮助地方教会关心 所有在党老教会里面所推动的各样的事工 特别在11月是订定为台湾神学院纪念主日 那今天由我代表台湾神学院 来跟大家分享信息 还有报告 介绍关于台湾神学院的事情 台湾神学院 它其实是我的母校 我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 是台湾神学院的大门口 如果你们走上这个坡道 然后再向左转走上了这个阶梯 不久你就会看到一个美轮美奂的教堂 这是宣教师所盖的 很古典 很有中国风 许多的神学生在这里孕育 在这里敬拜 在这里受造就 也在这里被拆遣 拆遣从山上下到山下 从国内到海外 在各个地方服侍神 这是教堂的理念 我在这里接受神学教育 这里不仅是我的母校 也是君佑传道昭瑞牧师的母校 我们都在这里接受神学的教育装备 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侍奉 我在这个学校一共有七年的时间 很长 我念过两个科系 一个是基督教教育系 还有一个是道学硕士系 在基督教教育系毕业了以后 我的学长姐学弟妹包括我 有人去到了教会牧会做师母 有人到教会做干事 有人到了医院做关怀师 许多到医院做治疗或是住院的 会因为这些关怀师的关心问候 分享福音 他们听到了上帝的故事 有人到监狱做教会师 使那些好像是被定罪的人 有机会听到我不再定你的罪 从此不再犯罪 从上头来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 我曾经做过干事 所以我知道干事有许多繁琐的工作 我们如果下次看到我们的干事 真的要谢谢他 因为他们帮我预备了许多繁杂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这里 可以享受很好的敬拜 在道学硕士毕业以后 许多的这些毕业生受差遣 会做堂会的传道或者是牧师 也会到医院做院幕 和光伟师一起关心 因为生病的缘故来到了医院 有机会听到福音 也有人会在神学院里面做老师 也有人会被拆派去到海外做宣教师 我有两个学姐 一个目前就在非洲伊索比亚 并且在那个当地 学会当地的语言 对当地的人分享上帝的爱的故事 有另外一个学姐在泰国二十多年 在那里建立了二十多间的教会 如今她有机会回来台湾 她要分享海外宣教的重要性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 接受了神学教育以后 去到了不同的合场 担任不同的侍奉 都是因为在学校里面 神学院里面接受了神学的教育 在我那个时候除了有教育系以外 我现在是堂会的牧师 那将来呢 在两年后我会到海外去宣教 会成为海外的宣教师 那在神学院过去还有教会与社会系 还有教会音乐系 从这三个科系出来 其实一样很多人会担任师母 干事 光慧师 教悔师 有人到福音机构做社工师 在那里透过这些的服饰 将福音传给需要的人 不过渐渐现在神学院里面 已经没有大学的科系 而是转化为研究所 所以有教会音乐研究所 我们的音会师母 现在目前就在这个音乐研究所进修 上个礼拜下午 我想有许多参加的人 享受了一场非常好的 安静水边的音乐的毕业演唱会 有很多人受到很大的感动 另外还有协谈关怀的研究所 在这个研究所里面 他们除了探索自己 也能够认识人 认识神 能够服侍一些心灵受创的人 在学校里面 还有二年制的文学硕士 那在这个三个研究所的科系里面 有许多人进来的时候 可能是为了音乐 或者为了关顾 但是在受训的当中 神护召他们 也有人会进入到道学硕士 毕业以后就受差遣 做全职的传道人 学校里面也有神学硕士博士 这是培育未来的神学院的老师 有很多是研究关于神学的议题 比如说伦理学的问题 或是最近很多在讨论多元家庭 或是同性恋 这些研究的硕士博士 或是神学院的老师 要就伦理学这些 有一些的研究 帮助我们地方教会 跟我们的信徒们 去思考如何用信仰 来回应这些的社会的议题 当然神学院里面 还有装备信徒的信徒神学系 我们教会的干世 还有小些的同工 在过去的年间 也曾经在这神学系里面 接受装备 林林总总我们看来 在整个神学院里面的神学教育 其实是培育上帝 侍奉者的所在 不管师母 干世 关怀师 教委师 牧师 宣教师 或者是神学院的老师 都在神学院里面 完成他的神学教育 受差遣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在教会里面 这些侍奉者 牧师或是同工们 他们受装备 或是在职训练 都是在神学院里面的 神学教育里面所养成的 这是台湾神学院 这是我的母校 但是台湾神学院 说其他的时候呢 一定会谈起一个人 一位宣教师 因为他是台神的创办人 马杰博士 或是马杰牧师 杰瑞里是他的汉文的名字 他是1844年 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在1872年 他28岁的时候受差遣 受加拿大长老教会 差派来到台湾 传福音成为宣教师 1901年 对不起我打错 前面两堂我也讲 1901年 好像我希望马杰多活五年 1901年的时候 他在台湾病逝 那马杰在台湾有许多的行迹 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分享 他娶了台湾的老婆 叫陈聪明阿昌 有三个孩子 都是教会里面很忠心的仆人 马杰来台湾 他徒步带了许多的学生 从北到中部 建立了许多的教会 有六十多间的教会 有原住民教会 有平地的教会 也有客家人的教会 他来台湾还透过了医疗宣教 搬催起 拿油水不免急 拔牙大概拔了将近两万多颗 透过拔牙接触台湾的百姓 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 当时候台湾虐急肆虐很严重 马杰拿了奎宁水送给得病的人 使他们的医治 搬催起带油水不免急 透过医疗宣道的方式 将耶稣的爱传给台湾的弟兄姐妹们 其实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台湾神学院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 它并没有实体的教室 或是美美的教堂 而是在斗篷下 成为天篷下的大学 马杰带着这个学生 在大树下在溪水旁 徒步走到每一个乡镇里面去建立教会 当时候称为以苍天为鼎 以青草为地的逍遥学院 当时候有22位学生跟着他 一直到了1882年 才开始有了这个十里牛津学堂 在淡水 然后呢 再过了许多年 1914年 就从淡水的地方移到了台北 因为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读神学院 去到了淡水很远 所以他们就把移到了台北 双连这个部分 台泥大楼的地方 称为台北神学校 六十年前移到了阳明山领头的地方 这就是台湾神学院 现在你看到就是我们现在2013年所看见的 说到台湾神学院我们会想起马街宣教师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神学院超过一百四十年 他不是只有一个宣教师完成 除了马街 接续了有许多的宣教师在这个地方 宣扬福音 建立教会 有吴威廉牧师 有明友德牧师 还有孙雅各牧师 其实还有许多的宣教师 前扑后继陆续的来到台湾 建立教会医疗传道 建立神学院 担任神学院的院长 当我们在看到台湾神学院 这简单的简史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也是台湾教会的宣教师 是透过这一些宣教师 因着他们听到上帝的呼召 很远的 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块土地 将福音分享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坐在教会里面 敬拜我们的神 今天用了三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 这些人 那些人 好些人 这是什么人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 是有些祷告的人 一些跟随的人 还有好一些人做门徒 圣经里面说 这些是搅乱天下的人 在使徒行传17章记载了 保罗将福音 从小雅西亚传进了欧洲 去到了马其顿的地方 在那里 在铁上罗尼加这个城市的时候 福音说 大家都相信 很多的富人跟犹太人 但是以后人很生气 要捉拿他们 捉拿他们的人呢 到官府那里就喊叫说 那是搅乱天下的人到这里来了 马其页来到淡水的时候 有人拿粪泼他 有人拿石头丢他 甚至有人要拿弓箭射他 因为也觉得马其页是搅乱那地的人 因为他们把耶稣带到了淡水 带到了台湾 那是跟传统的信仰是有极大的冲突的 谈到了罪 谈到了爱 谈到了恩典 那是搅乱生命跟步调跟原有的生活的习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有感觉到被搅乱吗 有因为从搅乱到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吗 或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存在在别人的生活里 也搅乱了别人的生命 让人有机会 听到福音 他们的生命跟生活 有一些的调整跟改变 到底这些人是哪些人呢 十二行传第一章十四节这样告诉我们 这些人 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并以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这一些人呢 是爱祷告的人 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这一些人跟这些的妇女们 耶稣的母亲一起祷告 这些人是谁 是耶稣的门徒 耶稣十二个门徒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 是只有十一个人的名字 很清楚犹大失败了 回转过来的十一个门徒 再加上后来抽签选举来的 马提亚 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他们是耶稣所拣选的 可以像是马杰一样 他们是第一批 真的是逍遥学院 跟着耶稣 走遍加利利的各城各乡 医病赶鬼传福音 他们很像是在逍遥学院的人 可是很可惜 这十二个人 或是说这十一个人 他们事实上在期末考的时候 被荡掉了 这是最后晚餐 离弃了耶稣 没有完成 不过他们有补考的机会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们回转向神 重新回到了耶稣的恩典的当中 他们领到了毕业证书 他们接受了耶稣的差遣 往普天下去 使万名做我的门徒 就像许许多多 每一年六月 有许多的神学院的神学生 领到了毕业证书 受差遣去到各个地方 分享耶稣基督的爱 这些人祷告 这些人成为耶稣的学生 当这些人等候圣灵 彼得 你受了圣灵的充满 他站起来讲道 传福音受差遣 有三千个人信主 我们惊讶的不是只是 那三千个人信主而已 还有是这些人说 他们见到彼得 约翰的胆量 看出他们原是 没有学问的小名 像巴老 就很稀奇 认定他们说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 换句话说 这些人是什么 他们的生命是被改变的 他们生命是可以见证 他们口里所传的福音 这些耶稣的学生 他们失败过 他们曾经大发热情跟着的耶稣 医病赶鬼行神迹 可是当耶稣受难的时候 他们逃跑了 他们软弱过 可是他们因着圣灵的充满 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 他们生命被调整过来 他们重新被主使用 被神差遣 他们的生命见证福音 不仅如此 他们受差遣 开始宣扬建立教会 整个初代的教会 从这里开始 福音从耶路撒冷 由大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基 从整个巴勒斯坦到小亚细亚 以至于到欧洲 建立各地建立教会 直到台湾 1865年 在台湾南部 马雅各医师 是首先来到台湾的南部 开始宣教 他是医生 他并不是牧师 所以呢 当有第一批要受洗的人的时候 就从厦门 来了一个宣伟林的牧师 为这一些初信的第一代的 基督徒施洗 也有宣教师 前部后继的来到台湾 李朽牧师 有人在这里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埋在台湾 为的是我们台湾人 使台湾人可以听到福音 可以经历神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吗 有些人根本就还没有 踏上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就殉道了 就像这一位 马大壁牧师 他被差遣 从加拿大长好教会出发 但是遇到海难 他就丧生 可是 当他还没有出发前 他就已经为台湾祷告 他就领受了台湾人 要认识神的那个印象 不管在台湾或长或短 脚步踏 有没有踏上台湾这块土地 神因着爱 把人拆来 为我们祷告 在这块土地上传福音 1872年就是马街来了 他从北部淡水的地方 开始宣道 前后有 吴威廉牧师 名有的牧师 孙雅各牧师 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宣教师们 从各地 从英国 从加拿大 从不同的国家被差遣 来到台湾 为的是我们台湾人 可以听到福音 巴克里牧师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教会公报的创始人 他开始发行教会公报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知道 整个教会的消息 教会的建立 还有一个可能最为台湾人知道 来到台湾超过六十年的 有谁知道吗 彭蒙惠博士 他用英语把福音传遍 用诗歌把福音传在台湾这块土地 这些人 他们的生命见证着他们口里所传的福音 这些人 因着神的爱 在我们的台湾 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并建立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 我们应当纪念这些人 那那些人呢 那些人又是谁呢 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 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一些人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能 这些是谁 跟随耶稣 他们不是上逍遥学院 他们没有名没有份 不是特别为什么门徒的 可是他们一路跟随耶稣 服侍耶稣 直到耶稣受难在十字架下的时候 他们也在十字架下陪伴着耶稣 那一些人是跟随 一路跟随侍奉耶稣的人 在路加福音记载 西门的岳母 发了热病圣众 耶稣为他祷告 斥责热病 热就退了 当他经历神病得医治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 他起来服侍 他不是只有服侍耶稣 而是服侍耶稣 和所有这些耶稣的门徒 这些侍奉的人 那一些人一路跟随主 服侍主 保罗在菲利比书这样说 菲利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 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瘦瘦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 攻击我 就是我在铁撒罗尼迦教会 攻击我 就是我在铁撒罗尼迦 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 攻击我的虚用 那一些人 是哪些人 是攻击宣道的需要 看见宣道的需要 他们透过金钱奉献 透过食物的奉献 这成为在保罗 宣道的上面 极大的一个力量 不仅如此 保罗在罗马书最后 问安的时候 他这样说 问百基拉 亚基拉这一对夫妇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我同工 对宣教师 对宣道的工作 不仅要有奉献 还需要有同工 保罗有百基拉 亚基拉同工 保罗也有希拉 跟他一起同工 参与在宣道的事工上 马基来到台湾 他不是一个人 这个宣教师 他不是单单他一个人 他需要同工 严清华 是他第一个学生 是马基的第一个学生 也是我们本地的牧师 是同一个牧师 他协助马基在整个台湾的宣教 不仅如此 当马基博士病逝了以后 严清华牧师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同工 就是接续的吴威廉宣教师 吴威廉牧师来的时候 严清华协助他了解整个台湾宣教的情况 帮助他认识台湾的百姓 知道整个教会的 接续马基所有建立的这些教会 甚至包括神学院 宣教需要同工 需要奉献 严牧师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 他告诉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礼拜堂是弟兄姐妹的 是所有会众的 不是宣教师的 礼拜堂的修理 他的经费应该是要由会友 大家一起来负责 加拿大所寄来的款 其中有很多还是非常贫穷的人 一点一滴所攒出来奉献给我们台湾人 为什么严清华牧师要讲这些话呢 原来在当时候的台湾人习惯了 习惯宣教师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募款来帮我们盖教会 建医院建成学院习惯了 就变成应该的 可是严清华说不是 过去是这些宣教师为我们奉献 甚至是那一些遥远的 加拿大的人为我们所做 现在不是 是我们的事 他说应该由会友来负担 牛津学堂是我刚刚跟他 第一个我们看到有实体的 他的来是在1880年 也就是马杰来到台湾八年后 第一次返国 他不是回去看他的相亲 他不是回去看他的年老父母 或是他的弟兄姐妹朋友 不是 他是回去为了我们台湾人募款 他回到他的家乡安大略省 分享台湾福音的需要 分享他如何带领学生 在大树下在同下 他建造这些学生 当远远的在加拿大 还没有看过台湾的 这加拿大人 这些牛津郡的乡亲们 心里备受感动 他们感受到那个福音的需要 感受到需要有建造神学院 神要上帝工人的神学院 于是他们自己发起了募捐的运动 发行报纸 然后广发在整个那个郡政的里面说 我们一起来 从我们这里来建造 远远在台湾淡水的一个神学院 1881年 马杰就带着这一些的奉献款 从加拿大回到了台湾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盖了这个牛津学堂 这个牛津学堂 现在是这个风貌 已经变成了古迹 他也是淡江中学 真理大学的前身 更是台湾神学院 第一个实体 建造上帝工人的地方 因着那一些人 为台湾所做的 我们应当纪念那些人 包括远远 跟我们未曾蒙面的 加拿大的乡亲们 他们为着台湾的福音 为我们所摆上的 还有好些人呢 这些好些人是谁呢 保罗对那城里的人 传了福音 使好些人都做了门徒 救回路斯德以戈念安提阿去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手所信的道 这些的好些人 是成为门徒的人 你们觉得很熟悉 耶稣呢 给门徒学生的大使命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们真的做了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有好些人就成为门徒 不仅如此 保罗成为门徒 之后呢 他也使别人也成为门徒 他说奉我救主神 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的命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那因信主 做我真儿子的提摩泰 他把福音传给了提摩泰 不仅使他成为信徒 他这样说 打发我的兄弟 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 与主同工的提摩泰前去 兼顾你们 劝慰你们 其实就是说牧养你们 然后提摩泰 他成为地方教会的牧者 不仅成为门徒 也使人做门徒 还有许许多好些的人 这些人有像保罗 成为宣教师 有些人像提摩泰 成为地方教会的传道师 这许许多多好些人 在我们观今 在我们分享宣扬的时候 有好些人的生命被改变 有好些人成为上帝的门徒 成为上帝的仆人 成为上帝的工人 在福音的合场上 我们来看看有好些人 是我们认识的 是我们曾经关心的 我们参与的 我们奉献的 我们为他带导的 2010年三年前 台神经验主日 我也是站在这里 不是这里 在华神 跟大家分享 当时候呢 我们有五个青年 在台神受装备跟造就 竹敏 道仁 俊佑 圣文 还有明宴 他们都是从我们教会 出去上山到神学院 里面受装备 三年前 他们分别在神硕 道硕 不同的年纪 那我们有人知道吗 经过了这三年 他们如何了 他们上山预备做门徒 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吗 如果过去两个礼拜 在十月份的宣道年会 我们有下去写卡片 恐怕好些人我们知道 我们一起来关心 在今年经过了三年之后 这些的好些人他们 竹敏他在2011年受派到大专学生中心 现在他是竹敏传道 道仁呢2011年毕业以后 他受差遣去到了花莲寿峰教会 跟他的太太慕恩一起在那里募会 现在他是道仁传道 在花莲的地方 君佑传道大家熟悉了吧 有印象吗 这是去年 去年他在我们的教会就任 跟银贞师母 银贞传道娘 就任我们教会的外展传道 他要在南港开拓教会 在银贞师母那肚子里面 小乐乐 现在已经长大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君佑传道 还有圣文呢 他可不是在我们台湾的本岛 他是跟他的先生 在 嘿 对 在澎湖的七美教会 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到 圣文传道跟道仁传道寄来的代导信 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花莲 在七美的地方所服侍的情况 特别是圣文传道他们教会 正在进行建堂 跟我们过去所要经历的一样 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祷告 非常年轻的两夫妇的传道人 在很多人不愿意去的 所谓的外岛澎湖七美的地方 他们在那里服侍神 这是圣文传道 明艳是今年刚毕业 他毕业以后 他看到墓葬摩洛会的需要 所以他现在在那里服侍 明艳传道 这是过去三年 我们曾经关心支持代导奉献的 这好些的人 可是我们知道吗 其实还有好些人 会因着我们的关心祷告 被神差遣 他们一个一个会上到神学院里面 成为神学生 受装备 受差遣 也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 从神学生变为传道 受派到不同的地方 分享上帝的福音 有没有人知道 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个神学生吗 知道是谁吗 朔凡 他叫郑朔凡 曾经在我们的教会讲道过 我们要关心他 想到他的时候要为他祷告 他现在正在接受神学教育的训练 在他毕业的时候 我们要为他祷告 让他清楚知道 神要猜怕他到哪里去 在那里成为上帝的工人 分享神的福音 三个属灵功课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这些人 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人 换句话说我们学习 成为一个跟过耶稣的人 让我们的生命言行 是可以见证福音 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是这些人吗 人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说 哇 他是跟过耶稣的 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他所做的 所说的 与福音相称 求神帮助我们 那些人呢 那些侍奉耶稣的人 那些服侍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服侍的人 参与在教会的事工的里面 直到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有多少人因着服侍神 服侍了我们 手上拿的周报 或是周报里面的夹夜 他不会突然就咻咻咻 每一个夹夜就自动的 飞奔到了周报的里面 那是有人印周报 有人把夹夜放到周报里面 还要有人站在门口 当你进来的时候把周报发给你 你看到灯光它不会自己亮 它是有人参与阴控 你看到这些PPT的播放 声音的出来 你可以听到我说话的声音 是因为我们有影音阴控的同工们 敬拜团 他们不是突然就这几个人碰在一起 就在这里带领我们敬拜 他们服侍神 他们花了时间练习 在这里带领我们敬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仅要成为跟过耶稣的人 我们还要成为一个起来 侍奉神的人 当别人如此的摆上服侍我们 有人遥远的从不同的国家的宣教室 来到这里为了福音的缘故 服侍我们 我们教会有好些的弟兄姐妹 为了我们可以好好的敬拜神 服侍我们 那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 愿不愿意我们也想一下 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侍奉耶稣的人 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 刚刚司会有跟我们说 过去我们长职改选完了 有新任的长老 有新任的职士 现在也在邀请核心同工 侍奉的同工 当有人来邀请你 问你好不好 要不要参与这个服侍 可能是私宪 可能是招待 可能是夹洲报 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服侍耶稣的人 彼得的岳母 当他经历神 病得一致他起来服侍 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 曾经经历过神 如此的爱我们 我们是不是也试试看 起来服侍神 也在服侍的当中继续的经历神 那些好些的人 成为万民祝福的人 帮助我们也可以成为万民祝福的人 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不是吗 成为万民的祝福 但是他不会念上一百次 就会变成成为万民的教会 或是成为万民祝福的人 再一次打开你的周报 打开刚刚的那个信封里面 找出这一个信封 我们有一件事可以做 让我们开始一点一滴来做 成为万民祝福的人 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是有人用心的做 来放进里面 这是一张非常精美很可爱的卡片 今年我们教会的圣诞晚会回家 同工们很用心的设计 制作了邀请卡 目的是让它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不要浪费它 如果你有还没有来过教会 没有听过福音的亲朋好友 街坊邻居或者是 这些未信主的人 即或你走在路上 你都可以把这个卡片递出去 让它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万民祝福的人 这很可爱 然后里面有小小的绿色的签 你可以把它拿起来 就可以做成书签 把它送给你的朋友们 未信的福音朋友们 邀请他们在今年的圣诞节 给他们不一样的祝福 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万民祝福的人 想跟你们说 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 是因为我有一个老师 他不过就带我做了一个祷告以后 他跟我说 晶晶明天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 就这样 而后有一次我听到他的见证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 不过就那么一个祷告跟一个邀请 他说我尽让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牧师 因为我的传福音有人成为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恐怕也有人因着你递了一个卡片 在他的困境的当中 他得到了突破 有可能因为你递了一个改变 有某一个国家多了一个宣教师 有可能因为你这一个邀请在圣诞节 让一个人看到了希望 让一个家庭得到了转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成为那好些人 还有好些人在等着我们把福音分享给他们 还有好些人透过我们 他们也可以成为门徒 当我们在说纪念这些人的时候 纪念这些事 其实我们应当要纪念的是上帝的恩典 诗人这么说 他行了歧视使人纪念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其实这一些都是上帝的恩典 再看一下你的周报假夜 有一份台湾神学院的院训 不要把它丢掉 打开里面有一个一个 今年到神学院读书的这一些人的 生命见证的故事 他们有不同的各行各业 他们有高兴的 有稳定的 可是上帝行的歧视 使他们上山到神学院接受装备 将来要参与在台湾的福音的合场上 保罗这么说 我称赞你们 又因你们凡事纪念我 又兼顾我所传给你们的 当我们想起一些人把福音传给我们 我们纪念这些宣教师 纪念这些传道人 服侍的同工 我们最要纪念的是上帝的恩典 不管是过去的这些人 或是现在服侍的人 或是未来还有好些人要成为神 家里的工人 仆人 宣教师 传道师 这是上帝的恩典 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做 求神帮助我们 试着用参与祷告奉献 来支持神学的教育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亲爱的基兄姐妹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跟过耶稣的人吗 我们的生命景况如何 求神帮助我们 你是一个侍奉的人吗 求神帮助我们 有机会参与在服侍的里面 经历神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成为万民祝福的人吗 使人得听福音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也一起为神学院来祷告 还有好些的人 他们会成为门徒 并且成为使人做门徒的传道人 全职事奉者 宣教师 我们为神学教育来祷告 有好的神学教育 才会有好的传道人 才会建造好的教会 好不好我们为神学教育来祷告 为台湾神学院来祷告 为现在目前在神学院里面 受装备的每一位神学生来祷告 他们的身心灵 真的能够在那里被主转化 成为何主用的工人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 借着今天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 我们再一次想起 主你在台湾为我们所做成的 这么大的恩典 谢谢你感动有这么多的宣教师 来到我们这块土地上 对我们传福音 主我们为着他们的生命献上感恩 因着他们的尾声 我们可以在这里 与主你同在 求神祢赐福 台湾神学院每一个师生 让他们在授课和接受装备的同时 领受神祢的呼召 领受神祢的装备 也经历神祢的爱和生命的蜕变 以至于他们领受了 猜浅建造主你的教会 也往普天下使万民做你的门徒 祝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 因为这是与我们有份 但求神你使我每一个人都成为 一个见证福音的人 是跟过耶稣你的人 而且继续在跟随你 侍奉你的人 也让我们参与在每一个福音的点上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神学院 他们拍了一个片子 是关于募款的 每一年台湾神学院 每一年台湾神学院都会拍这个片子 其实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募款 募人 原因是因为台湾神学院 并不是在教育体系里面 所以他们有办法领到 教育部所补助的经费 每一个花费都是募款买 跟神学生的学费 在加拿大的这些奉献的人 在那么多年前 曾经有一个妇人 后来来到台湾 去到了神学院 摸着神学院的教堂说 在许许多年前 我的一点点小子 竟然建造了神学院 看望我们也有这样的见证 跟这样的财迷 在每一年的时候 台湾神学院 都有一个年度经费 互算的会计 在这个时候 老师都非常精彩 因为每一年所有的 无礼的钱 都是不够 所以 只好够够 到底钱 应该要用在什么地方 总是神学院 能够提供 学生一个最好的 神学教育的环境 这个是台湾神学院的导书馆 他的宗书 台湾有七万岁左右 不管是上科所需要应定的参科书 研究圣经的圣经主解 各种各种各种的学生主要 国际上重要的新学基砍 学生都会在导书馆 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主要 这个导书馆 是新学困练很重要的主要 在导书馆 不管是系统神学 圣经神学 历导神学 历导神学 实践神学 以及教会阴格 和基督教协担 台湾神学院 都愿望可以提供最好的 最好的专业的导书馆 上科不是只有九学 而已 更是老师用小名 来英勇学生的小名 背影响基督的学生 通过这份上帝所调的新学生 将福音团告大家的兄弟 甚至世界每一个角落 来完成上帝所凡夫的寿命 不管是在信用的朝人 或是在圣经跟新学的众地 新学院总是愿望的当中 最好的 来团修和我们新一代的新学生 感谢主 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的成功输出很多的进步 但是 已经为不足的现实的原因 我们就有更多减好的年轻 尤其是学生的宿舍 已经哪来哪去 除了担分的环境 这间学生已经背叛 台湾神学院的学生五十年 以建政上帝所经典的路博 一个一个的行动 离开去教会福塞的过程 五十年的历史 说起来不算带 但是在欠费经费的情形下 这些设备都不能帮新的 只有可收收补补补来维持 在这些庭 下面的家里 在人所没看见的地方 一世过都温重到 因为旧所参生的危机 这都不是我们愿意看见的 但是在欠费 台湾神学院 很愿意 可以提供一个舒适 安全的环境 让所有在这些上科的学生 这些是台湾神最漂亮的景色 这些是台湾神最漂亮的景色 这些的漂亮 不是只有在地的 手末、火草 或是很古典的建筑物 这些漂亮也在地 因为有一些上帝所调的情人 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工作 来到这些受众病 将来到处在九国和台湾的社会 在这儿来说 台湾神学院 帝与培养亚素基督的学生 在约翼外科 教会的方向 建立的情形下 有完坚持 要将最好的提供 让来这里特色 每一个人 为了可以继续 维持这种理念 台湾神学院 需要你 穿穿你的手 共同来起座 维持这个美好的思考 台湾神学院 今年度的优算是7300万 但是有10万的迅度 为了台湾方向 每一个人只需要730块 多久来说 只要你每一日 为了台湾欠2块 就会共用台湾一年的优算 让学校可以在 软体到软体上面 都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 一日2块 在世间人的感觉 看起来很少 但是在上帝的眼睛中 却是出在疼心的风险 管理、我 都可以在上帝 所欢喜的事情上面 共同努力 完成寿命 还记得吗 那个严清华牧师说 过去是宣教师 回到他们的家乡 为我们募款 建了教会 建了神学院 现在教会 神学院是我们的 他的修缮 他的经费 也是我们的责任 盼望求神 把感动放在我们的当中 需要很多的祷告 需要关心 需要支持 需要奉献 如果我们的青年朋友们 或是我们弟兄姐妹 在你的祷告里面 你有感动 神也呼召你 去使人做我的门徒 祷告一下 上帝是不是也 太前你伟生 在你的周报的里面 有一个奉献袋 你可以在未来 这一两周的时间里面 可以继续为神学院来奉献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 好 最后的住家 这是马接博士所写的诗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他说这是他的家 而且是他最后的住家 我们来看歌词好了 因为没有看到布 我想大家也不会唱 我们来看一下歌词 马接将说 我全心所疼爱的台湾 我的青春献给你 这是一个宣教士说的话 我全心所疼爱的台湾 我一生的快乐都在这里 我在云雾中看见山里 从云中缝气观望全地 当时他在淡水 波澜大海遥远的对岸 我爱在此眺望不息 我心无法隔离的台湾啊 我的人生全献给你 我一生的快乐都在此 盼望我人生的终点站 在大浪拍案的响声中 在竹林摇动的阴影里 找到一生最后的家 这是马接宣教师 也是许许多多的宣教师 把台湾当成他的家 把台湾的人当成他的家人 巴不得把上帝最大的爱跟恩典 给我们台湾人 今天圣诞晚会 我们说回家 你我岂不就是台湾人吗 如果这么多的宣教师 从各地来 把这里当成家 为了台湾人的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如此的爱我们 爱我们台湾人 爱我们的这一块土地 主圣愿我们也领受这样子的爱 让我们愿意 让我们的家人们 也能够回家 回到上帝你的家 回到上帝你的家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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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兄姐妹请坐 有需要的兄姐 可以留步 有童工为您祷告 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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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阿们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